趁着这个月你的学习 吸收资讯能量很强的状态 多学一些新的知识 增加你的专业能力 对你来说就是为自己增加了 打开新机会的筹码哦 你有订阅news新闻的YouTube了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狮子座必看 接下来一个月要如何让自己运吃更好呢 夏天过了一半了 狮子座也沉浸了一阵子 时间来到七八月份 狮子座开始对自己感兴趣了吗 前面的时间尤其是在上半年 狮子座很多经历都分散在另一半啊 家人啊工作朋友社群啊等等这些事情上 想的都是别人的事情 忙来忙去 这些事情也差不多到了一个段落咯 忙乱一阵之后呢 沉淀下来 你也应该觉得自己累了吧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你沉淀和休息的同时 顺便来思考一下 你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狮子们想要成功 接下来的七月就要懂得鼓励自己哦 因为很多事情要开始亲力亲为了 只是动动嘴巴 你的工作是不会有进展的 狮子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必须要在工作的细节上面下一番的功夫 以前觉得不太重要的事情 现在必须要把这些事情一点一点的做好哦 以前觉得繁琐总是想要交接给别人做的事情 现在你必须要耐心的把这些事情处理完 还有一些很基本的工作 你以前可能觉得啊 以后有机会再来做吧 现在你也需要把这些基础的工作一个一个全部都部署好 当然啦 这一个月你又需要沉淀休息又要做一些繁琐的事 多少你会觉得自己过得苦哈哈的吧 所以首先要先恭喜你哦 七月的时候 精心来到了你的第一宫 你的表现很容易受到大家的喜欢 你对自己的价值呢 也有一定的认可度了 对你来说 被大家喜欢和获得更多的自信 这两件事情是七月带给你最快乐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哦 这里稍微注意一下 有些时候不要太开心 让别人觉得你太过自恋了 互相尊重还是很必要的哦 不要过于自我忠心而忘了别人的感受 七八月的时候 火星来到了你的第八和第九宫 这是要来提醒你 很多事情不要急着去行动 而是要懂得停看听 尤其是某一些事情背后的状况 比如说人际关系 或者是业界的一些潜规则 或者是长辈长官的意见 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 这里要建议你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判断很精准 就忽略了这些事情的真相和本质 你还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给自己准备一些计划哦 这些计划是为了完成你的某一些目的的 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减肥 那么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减中的计划呢 或者去搜寻相关的专业知识 让自己对变瘦这个目标有更深入的了解 多接触一些不一样的圈子或者是环境 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哦 当你的大脑疲累的时候 转换思维 很直接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新的讯息 新的观念 会刺激你有新的想法 这些新鲜感 对于比较劳累的你来说 是为你充电的好方法哦 趁着这个月你的学习 吸收资讯能量很强的状态 多学一些新的知识 增加你的专业能力 对你来说就是为自己增加了 打开新机会的筹码哦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月 去把以前没有洽谈成功的事情翻出来 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新的可能呢 比如说以前可能讨论的某一个公式 最后还是合作失败了 你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你 是不是比之前成长不少呢 现在是不是能够满足对方 想要的某些条件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重新开启跟合作方的对话 说不定现在你真的就可以把握新机会了 感情方面呢 你的桃花很多 大多都是因为喜欢你的个性而来的 你也知道啦 你的个性 大男人大女人 喜欢压着别人打 不给一点退路 这些你知道哦 这一点是不是要稍微反省一下呢 你要面子别人也要嘛 所以我就废话不多说 你懂的 总之 如果遇到了一个懂你的人 真的是夫妇何求 你就不要吹毛求疵 视宠而交了 要珍惜 要珍惜 要珍惜哦 狮子宝宝们 生日就到咯 大家快为你的狮子座朋友们 献上祝福吧 我们在这里祝狮子座的同学们 接下来的日子 适时顺心 健康快乐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狮子座宝宝们 诶 对不起 狮子座一点都不宝宝好嘛 哈哈哈